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好久沒拍過不專業廚房 今天是非常熱,大家看不看到陽光超充沛 現在的氣溫是31度 然後體感到37度了,超誇張 我們決定不帶Chopper出去吃東西 因為要坐室外,她又辛苦,我們又熱 留在家裡舒舒服服,我煮一個適合夏天的菜式 就最好不過了 之前在IG story,我是post了 分享了第一次煮口水雞 大成功,真是超級簡單 完全沒有技巧 大家反應很熱烈,很想我拍片 然後今生又沒吃過,她又很好奇的情況下 擇日不如撞日,今天煮順便拍下我的過程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這個 絕對騙得下人,又是新手都煮到的口水雞 未必是正宗,但真的很好吃 我們不要太多廢話,現在開始煮一吃 秉承我們這個系列的傳統 材料一樣很簡單,一眼看光了 有一隻雞,我們兩個人吃不到這麼大的 還有新鮮雞太貴了 就買了冰鮮雞 然後有些蔥,有些薑,還有一個蒜頭 後面全部都是調味料 有蠔油,有豉油,我自己習慣是用甜豉油的 然後有這個是花椒油,喜歡麻辣的口味 如果喜歡就可以加,如果不喜歡這個可以 skip 然後有陳醋,有麻油,還有這瓶是辣椒油 對,差不多了,還有一些鹽和糖 第一步我會洗一下雞,頭不要斬著,因為稍後有少許用 然後就會切了屁股 還有他們的腳我都會斬出來,流來煮湯 我自己很少選,所以通常煮雞都會把它們切出來 近屁股這裡有很多肥膏 我自己習慣就會炆出來,因為都不會吃的 他們很肥 然後就要把裡面全部的內臟都清掉 這個步驟和手感其實是有點噁心的 不難的,你看進去 然後就把一些你見到內臟顏色的東西全部拆出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就這樣很噁心的話 我們可以用粗鹽 放兩三殼的粗鹽進去 然後去散,其實就比較容易散了一些髒的東西出來 裡面乾淨了,外面也是用粗鹽散一下 把一些髒的東西,特別是這些的膠位 然後有些鬼鼠位,我們記得要搓得乾淨一點 放心,最複雜是現在的 之後一切都會很簡單 散完之後沖水,沖乾淨它 然後薑我們就切片 不需要擔心刀工的 你看到我都是切到整個不同尺寸 一會兒看不到的 留兩片用來磨薑肉 兩三片一會兒用來開水 然後這幾片一會兒會放在雞裡面 蔥我們也是把它切一段段 一部分就是和薑放在雞裡面 另一部分就是用來開水 拿一個大的鍋,然後裡面裝滿水 再放剛才一部分的薑和蔥 之後就可以開火了 現在我們就等它滾了 這個時候就把剛才另外的薑和蔥放在雞裡面 它後面有一個洞,塞下去就可以了 我看距離水滾還有些時間,就把蒜頭剝開衣 蒜頭的份量沒所謂的 如果你喜歡吃就放多一點,不喜歡吃就放少一點 只要把它切了頭尾,就很容易脫掉衣 搞定 好,水滾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雞拿進去 然後浪一下 再放進去 讓它裡裡外外平均地受熱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用的,純粹是感覺良好的 記得鍋的大小是可以蓋過雞的 然後我們現在就等水滾 好,看到它開始滾,我們就蓋過 把它關火 然後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今天雞比較小,應該焗35分鐘也可以 平時比較大一點的話,我會焗40分鐘 而剛才的蒜頭洗好之後,現在就會把它磨成蓉 好 好,讓我看看 噔噔,就有半碗蒜蓉了 我會用這個碗煮一會兒的醬汁 我的份量就是有甜豉油4湯匙 然後陳醋就加2湯匙 糖大約加半湯匙 鹽就加少許調味 然後到蠔油就加1.5湯匙 剛才兩片薑,我做了少許薑蓉 加下去 辣椒油我加1湯匙 如果怕辣就不要加太多了 不撿輸,先加少許裡面的材料 會惹味一點的 因為喜歡麻辣的味道 所以花椒油我都會加1湯匙 最後加少許麻油 拿它的香味 把醬拌勻 然後試一試味 看看自己喜歡不喜歡 因為今天真的很熱 所以我打算把醬放進冰箱 待會吃的時候就會涼滲滲 很舒服 我們待會再見 時間還有3分鐘 我打算弄一些冰水 待會用 今早就在冰箱裡 弄了冰 再拿冰箱的冰水 其實應該用金屬刀 不是膠刀 但這個家裡我沒有太多設備 先頂住 應該可以的 大概5分鐘左右 它就可以完全冷卻 其實呢 我就不太會切雞 如果大家對於切雞 是沒有信心的話 可以把它變成熟絲雞 用剛才的醬汁一樣是好吃的 但我想自己挑戰一下 練習一下 平時看我爸爸都是把雞翼 把雞腿沿著的邊位 好亂啊 看到嗎 它馬上已經散了出來 這樣 先把它拖出來 然後就開始想像一下 出去吃白切雞的時候 雞會是怎樣 人生第一次斬雞 就奉獻了在螢幕面前 應該也不算太差 最後我們把醬汁淋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上面可以放些芫荽蔥 然後令到它看下去更加美觀 但是因為金沙不吃蔥 我又不吃芫荽 就這樣吧 醬汁可以用來拌麵 非常野味 我的不專業超簡易口水雞完成了 自己做的好處 就是可以根據口味去調校 這個是我的多蒜版口水雞 我不客氣了 快點試試 有 你有期待嗎 都有 我看到很多蒜很棒 很滑的雞 還有那個醬的味道 我覺得今天配麵是好 比配飯 因為蒜可以拌麵 你沒有了你的金句 好吃 不是 剛剛好像跟外面吃的差不多 但這個比較好吃 真的嗎 也是 這個可能比較多吃 這個是高度讚賞 真的好吃 我第一次聽他這樣讚我 不知道鏡頭有沒有看到它是超級無敵畫的呢 完全不需要用新鮮雞 就算冰鮮雞也可以做到這個口感的 乾杯 你剛才有沒有拍過前盤 你剛才有沒有拍過前盤 小事 沒錯 已經是關你的事 我今天很修煉 是 只不過 它現在那裡塞了 沒錯 我看見是 這棵具在油浸 我現在在想 我這個是不專業的廚房 所以不專業的部分就是這裡 十分滿分 都有十分 我覺得都 好吃 真的嗎 對 沒有設定過的 它完全不知道什麼味道 所以它是第一次吃這個口水雞 刀鋼也不錯 好像好像外面街吃 我第一次斬雞 平時是我爸爸斬 今天動物餵食酥 好吃嗎 好吃嗎 不要馬上看 不要馬上看 慢慢吃 慢慢吃 放心 今天的不專業廚房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 也可能夏天的時候 試一下這個 非常燒暑的菜式 對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每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星期六的下午3點 不是星期日的 12點 你這麼沒信心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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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是連到合唱 一般不斷 我用廢棄的留言 萬一 要不要 我們下部影片